大家好,批评书 反习派,元老邦,还有土工的一些个 这些年已经养成了单官发财死老婆的 那些个怒金依赖的 那些个吉德尼集团 现在又开始撕这个习近平家族了 说这个习近平家族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的王国 不得了的事情 说这10年以来习家都赚种了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呢 首先第一它肯定是土工的内斗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以前我们都看到这些个事情 一会儿说胡锦涛家里有什么人呢 大家记得吧 胡锦涛的儿子 胡锦涛的女儿 嫁了一个毛刀宁 毛刀宁是以前新浪的CEO 后来胡锦涛这个人相对还是比较 怎么说呢 叫比较规矩吧 因为他人老是吗 所以当时他一生气就下了死命令 一开始是不让他的规律嫁给这个毛刀宁 后来他规律一定要嫁 最后就是达成一个条件嘛 要不就断绝父女关系了 最后一说那你就从心脏退出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毛刀宁就从心脏退出了 然后两口子又移居美过来 再也没回来过 然后胡锦涛的儿子呢 胡海锋 本来是在清华大学也是做生意的 是清华大学下面的大学产业的一个老板 后来也没做了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涉及到商业的利益嘛 赚钱嘛 最后后来就去当官去了是吧 现在是浙江的一个什么市的市委书记吧 据说马上要成为一个副省长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个共产党的官员 他上去以后 他们心里都明白 这个国家不是他的 他也不可能有那么绵长的影响力 可以持续控制这个国家 这么很明显的 你毛泽东死了以后 你毛家的后人就没什么钱 所以其实说来说去 毛泽东的后人是最惨的 毛泽东搞了那么大的事情 做了那么的饿 其实没给自己的家族留点这个钱 中国人他也没有什么稳定的价值观 钱就是最高的价值观 所以你扑腾扑腾搞了 搞了那么多年 完了以后家族的人也没有跟你想个好处 你搞什么搞 把人都得出光了是不是 毛泽东就是 所以毛泽东的后人没钱了 他们是毛泽东的亲闺女儿 去医院的话都还排队 知道吧 要挂好没人管他 后来他一个外孙女 所以就孔冬梅嘛 就好不容易就把人家的老公给撬下来了 完了终于变成一个有钱人了 那也跟毛泽东的直系亲属 就没什么他的关系 因为是孙女去了 是不是 基本上过了三代了 过三代就不算你毛家的人了 所以你那个脑城 你虽然热了个毛泽东的外孙女儿 但是你也不代表你就是你那根胡萝卜 就成为毛家的这个这个专属胡萝卜 上面也没有K字啊 你还是行程 你不洗毛 知道吧 所以共产党的官员都这么想的 所以习近平做了这么多年 他一定是他的家人一定要乘此机会 要赶紧赚钱 你知道吗 他们说这个现在放出一个什么料 国外有很多媒体的报道啊 有有英国的媒体有美国的媒体 有日本的媒体都在报道 有个人说习近平家族这几年 已经成为巨大商业王国 但是他那个产业结构的构成呢 也是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就是他主要是两大块吧 一个就是中国的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啊 一个是中国的房地产公司 就这么两个东西 其他的基本上是习近平在流鼻 他也是没有没有没有搞进去的啊 说习近平过去这些年为什么要打压民营企业啊 为什么要打压互联网啊 其实他还是想抢嘛 说当时为什么要打周永康啊 就是想把石油产业抢过来 因为石油产业是江泽民的嘛 是周永康的嘛 周永康是代池 其实是不是 那还是老江的家族的 中石油中石化都是听老江的 不可能听你这个什么 而且他人家都已经利益 关系已经构成了 你进去是很难的 结果习包子把周永康打倒以后 发现石油产业抢不过来 后来有一段时间又想抢这个电影 大家都知道电影是谁啊 电影是这个李鹏家族的啊 你抢是抢不过去的 所以李鹏的儿子呢 一直在跟你习近平家族在谈条件 我可以把我的产业给你 但是我一定要做政治局委员 到目前为止 李鹏的儿子就是一个中安委员嘛 是不是就你没有多大个官嘛 是不是一个部长即干部啊 你儿子年纪也到了 估计也很难了 还说有人说要李鹏的儿子下一届做常委 如果他真做常委的话 那说明习近平跟李鹏家族 就达成那个协议了啊 就大概电力产业啊 习近平家族就真进去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看不到什么任何迹象 还有一些个互联网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 马云啊什么什么电子商务啊 这些东西都知道啊 这是谁的 这是江泽民家的 所以你打马云 他其实是想抢他的产业 因为你如果说你这个互联网产业 电子商务产业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直接一下把它关的得了呗 说什么互联网产业不健康啊 他其实是抢钱 共产党的那些个基德利益集团之前抢产业抢钱 那是绝对是刀光剑影的啊 杀人不捡血的 你你你老百姓你根本也不知道 说这个还有一些个产业 比如文化产业 比如电影啊 为什么电影打的这么厉害 你看到没有电视剧啊出版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 你基本上每一个神都有一个出版集团 都一个文化产业集团 是不是 哎那早是人家这个江泽民家族的啊 准确的说不是江泽民家族的 是代持是是李长春 李长春家族的 李长春是代持 那李长春是江泽民的人啊 所以基本上是他那个时候都把一个产业搞死了 知道吧 所以这个金融产业 像习近平也想进去也进不去 金融产业是谁的 是朱镕基家族的 真的 是朱镕基家 朱镕基家族 那你在某种人也是江泽民家族的 所以王岐山是江泽民时候朱镕基的人嘛 你明白吗 所以他其实想把这个整个中国的银行啊 保险呢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银行 这些这些领导都遭殃 还有保险公司 保险会的这个这个主席都坐牢去了啊 就是抢产业抢抢不过来 没那么容易 因为人家商业 因为他一旦构成一个结构 你很难进去 从而从而你吸包子很厉害 你不可能亲自去抢吧 你得要得要你的家人去抢吧 得要你的弟兄弟姐妹去抢吧 你也有这个本事是不是 你没本事你抢不过来啊 那江泽民大家都知道 他为什么能够建立这么大的商业王国 是因为他坐稳的江山以后 邓小平死了以后 他就是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吧 两个儿子嘛 是不是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啊 赶紧回来发财 赶紧回来赚钱 温身发财 啥都别想 因为老江他心里明白 这个国家不是他的啊 共产党也不是他的 能搞到一笔钱 所以大家都知道吗 现在最有钱的 中国最有钱的 是老江的家族啊 说江泽民的孙子 一开始想当官嘛 大家还记得吧 把他放到那个广西一个叫什么 摆设 一个县啊 做县委书记 一个小屁孩二十多岁 做县委书记 没做几天不干了 有啥意思呢 你想想吧 在那个破县里面 以前也没钱啊 那么个了不拉屎的地方 姑娘也不漂亮 再说了人家也年轻 也搞姑娘 上海北京 深圳广州 美丽姑娘一大把 干嘛要在摆设那地方 搞那些土丢呢 没有标嘛 没搞多久 结果就不干了 后来干脆去香港做生意去了 后来香港也不行了 香港赶紧把他转移到新加坡去了 所以你看人家的商业王国 搭的是稳稳当的 你说习近平家子有什么呢 他没有什么都进不去 哎你看到没有 我觉得这个消息啊 我对这个东西啊 以前在北京混嘛 我们都分析过这个东西的 一个一个产业抢的哈 最后就有有几个东西他没抢 没别人还没搞定 或者说是比较这个就是民企化的一些产业 所以轮到细胞子抢产业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多少东西了 所以大家说的一个矿业 矿业这个东西我们记得很清楚的啊 说中美打贸易战的时候 细胞子突然跑到江西 跑到什么什么什么福建 还跑到什么地方去看这个矿产资源 什么叫什么 叫什么矿啊 我一下子到嘴巴边上想不起来的啊 稀土 稀土 说中国稀土资源了不得 然后其实稀土资源就是西家控制的 到底有多少值钱不知道 所以这个美国的稀土资源也挺多的 总归稀土它是一个东西啊 它比中国的其他的一个矿产资源要值钱 比如说它比中国的煤炭要值钱 比中国的铁矿石要值钱 因为中国的铁矿石都是平铁嘛 不是副铁矿嘛 所以中国的铁矿石从澳洲进口的嘛 所以但是稀土这个东西它是有出口能力的 所以细胞子把它抢定了啊 为什么要去视察呢 它就是搞这个事情 房产资源也是啊 说细胞子这些年呢 控制的一些民企的房产公司 比如说东北的万达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王健林啊 是细胞子的人嘛 还有我们之前也说过许家印啊 是细胞子人嘛 但是房产这个东西啊 它有几个很致命的东西啊 首先第一 你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太高 第二呢什么呢 就是都是房产世界 它其实是一个有一搭没一搭的 你你今年搞的明年 不见得就就能有钱 不可持续 第三是什么最重要的 就是房产资源这个东西 它已经是完全是民企化了 就是它充分竞争 是吧你你只要你有点钱 你有点政府有点关系 你就可以去开个房地产公司 对吧 你就可以搞 那但是你看人家老江搞的事情 都是都是垄断产业 银行出版 是不是 你说你想想这些东西 所以你所以你会看到其他的人 都拿不到好的产业 都在老江的手上 那我们刚才说了 毛毛家也没搞到什么东西 那肯定是邓家 邓家一开始呢也是搞了一段时间 后来也没搞什么东西啊 邓小平的家族你说有什么产业呢 基本上也是没有了 也也被挤得差不多了 你从邓小平的毛泽东这两个 中共的这个元老层面的独裁者来看的话 你真是轮走茶凉啊 就他他们他们这么高的级别 你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 中国的有钱的这些都在老江的手上 很难进去 就胡锦涛就没搞出什么名他啊 女婿不干了 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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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位养老去了 是吧 儿子当官 到目前为止也没当上去 生意也没做啊 然后温家宝 温家宝有什么呢 温家宝也没什么 温家宝以前说 温家宝的老婆搞什么 搞什么 搞什么中国的珠宝 珠宝这个东西它不算个产业 再说珠宝 它是个绝对竞争的一个行当 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 当然那也是他们都是互相泼脏水嘛 就像那个时候泼 泼温家宝的脏水 所以说温家宝家宝有巨大的产业 说什么在平安保险公司 我告诉你 保险公司温家宝根本进不去 我跟你说都是老江的 都是老江的 习近平想进去也没进去 为什么要把这个明天锡 还有这个那个锡 要把它抓掉 都是想进去 进不去我跟你说 没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没有 现在习近平其实也面对同样的情况 你现在把一个矿产资源 矿业这个产业和房地产产业抓在手上 矿业这个东西还有点价值嘛 房地产基本上就是个玩笑 有可能你看许家印 你又想救又不想救 就很难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金融不在利处上 而房地产公司是一个高度依赖金融产业的 这么一个专门吃资本的这么一个行 又是个完全竞争的产业 习近习近平忙了半天 其实吧 你现在看到说习近平的家族有上沿亡国 这是我以我对北京的土工 他们抢钱的这个逻辑 我就发现习近平其实忙了半天 也没抢了多少东西 因为他搞不过老江 老江真的是绝对是脑毛深算 我明白吧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吃瓜群众 也不要入息太深 你就知道他们这些人 就是哪一个人就抢一波 哪一个人抢一波 等到有一天大家都抢的差不多了 共产党就开始火变了 知道吧 互相就杀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日子就来了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体制 就是他远远赶不上过去的皇朝体 皇朝体 你比如唐朝都行李啊 那你花了几百年时间 那还行李 他还是他的家族产业 那家族产业 他也是一种产权方式 我以前做经济史研究的时候 民国的时候的企业 他有很多个模式 其中有一种模式 叫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有的时候是蔓延到 蔓延到这个亲切 知道吧 或者叫做什么 叫乡土企业 不是叫做什么乡林企业 什么叫乡林企业 就是一个地方 比如我是一个县里面的 我宁愿用我县里面的人 我不用外人知道吧 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嘛 他就远亲不入近邻嘛 就这种感觉 你没有啊 所以你就知道嘛 他这个东西 习近平其实是没多少囤 挪的空间呢 最后他忙了半天 其实没多少钱 他哪点钱 他的家族 他的兄弟姐妹搞点钱 你跟江泽民比 真的是牙缝里的一点小小钱吧 那习近平智慧不行啊 习近平家里的兄弟姐妹 都是一帮蠢货 你想想老江的儿 两个儿子 多牛逼啊 是不是多有才华啊 多有监视啊 多有眼光啊 所以笑到最后的 我觉得还是老江 厉害